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般喜欢先放匀 因为匀比较长 就做好的长度 这个要跟着匀的长度 这个图片要跟着匀的匀 可以一个一个放 也可以同时放 然后可以太长的把它缩小 你把它缩小比较容易看 第二个图片 好 这些图片 好 这些图片 好 这些图片 最后 这些图片 对一个语音对照一张图片 然后第五个语音 对照第五张图片 你可能留意到 我有多放一张这个Credit 因为我一般是 在做的时候会放一个Credit 所以我的用的是些什么东西 我待会会给你看 我Credit怎么说 所以Credit在这边 我就把这个图片缩短一点 这个图片缩短一点 给那一点时间放一会 而且我如果还要放一个音乐的话 对了 我再加一个音乐进来 这样的话这个图片会 我先把它变成 等一下 先把文字放出来 我再放音乐 我先把它的Capture 就是这个地方有Capture 我要把它文字给放出来 我会叫它录一下 我这是中文的 所以我是中文的文字 在外面是中文的文字 在外面是Mandering Traditional 按一下 Filtr 这些 我把它文字 把它露出来 用Clip券 有一个缺点就是 你看到它里面的文字 有很多错别字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要先注意我们的翻译的这个字体里面呢 把它检查一遍 有些个别的错别字 我们必须要把它改过来 从前有三只小猪 这边都还可以 但是大猪 这个猪就不对 我们就把它改过来 然后二猪又不对 OK 这样子我们要自己去检查 好的 我先Stop一下 待会我们继续 现在我们是改好了 我们再最后检查一遍 看看里面的文字 有没有什么错别字 仔细地看一下 尤其它们的猪 很容易有错 而且数目字一二三 也容易有时候 用不同的写法 所以我们要把它尽量改正 整个检查一遍 看看 从头到尾的读一遍 确定没有错字以后 我们觉得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的音乐加上去 我们来加一段音乐 音乐 然后音乐再拿一遍 还有一段 Be Happy 我把音乐加上来 我们注意看一下 这边有它的时长 这个影片长度是两分十五秒 我们的音乐是两分二分 所以应该是够长了 然后把音乐放下来 你看它的它的长度超过我们的影片的长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多余的长度剪掉 把它在最后这个地方多余的长度 你这边有一个剪刀手 我们把这边按 你这边按一下以后 然后这剪刀 把这多余的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 delay掉 那另外我们音乐我们可以听一下 如果你的音乐太大声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这个 然后到Audio这个地方 你看它现在是百分之百的音量 我们可以把它缩小 缩小到你满意的 我一般大概是用可能20到30之间 我们试试看这个这个音量怎么样 可以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音量26 126 好吧 听起来还可以 那我们先把它清完 拿清完以后呢 把它export 那以后 export 也是用1080的high quality 同样的 我们在export这边呢 我们选我们要给它的名字 那我就叫做 这就是三只小猪 所以 三只小猪的故事 或是三只小猪与他也让我 就要放在我原来的 三只小猪一大一二三只小猪 然后你要放在放哪里 就放在我原来的 export里面的这个 要按到一个地方去 因为 然后 更加许 然后三只小猪 然后三只小猪 就放在这三只小猪这个folder里面 就直接递来 我放在语音里面可以放在语音里面 记得一定要按send 它下载完以后才会把它送到你的folder里面 这样我们这部影片就做完了 另外我想分享影片最后的prevets 背景音乐的重要性 我问ChairGPT我说请问我的youtube影片结尾 需要放一张credit图像说明我运用的软件和背景音乐的来源吗 那这是ChairGPT给我的答复 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 那最主要的是说 它说放一张credit图像不仅有助于尊重创作者和资源的版权 也能够提升你的频道形象是个很好的习惯 所以基本上是有这个必要性放一张credit 接下来那我再问ChairGPT 请他帮我找一些制作youtube影片的背景音乐 这是ChairGPT提供我们这么多各种不同的音乐平台 有免费的有付费的 那我比较常用的就是除了youtube library以外呢 另外有一个叫pixabay的也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这些都可以提供很好的音乐 那我觉得如果的影片加点背景音乐的话 其实对我们的影像的观感是有帮助的 因为有时候你在讲话说有一些结结巴巴啦 或是有一点点磕磕碰碰啦 那背景音乐会可以填满这些缝隙 让你的影片整个看起来更舒服 接下来的影片是 第四步 如何上传影片到youtube 请点击屏幕左下角的影片缩图观看这部影片 请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